谢国良表示 基隆跟新北在地理位置上 是非常紧密的两座城市 也可以说是一日生活圈 未来也会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才能够让市民更加幸福 接下来基隆跟新北合作政策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基隆捷运 因为基隆的这个区域跟新北 是紧密结合的 所以我们未来在施政方面 尤其在未来基隆捷运的新建 跟运营方面 我们都会跟新北市府来紧密配合 也因此我们在前一阵子 就跟侯友宜侯市长 拍了很多很Q版的 很多很可爱的合照 那当然这些都在基隆 还有靠基隆接近的新北 包括系纸的部分 我们都会上这些看板 那这个象征这个国良 跟侯友宜侯市长这边的紧密合作 从现在的选举的紧密配合 到未来的市政的连结 跟深度的合作 代表我们新北跟基隆 未来会大步的 共同的来为我们的民众服务 尤其基隆捷运 是未来基隆很重要的建设 而这个捷运带来的 就是国良产奖的产业跟就业 那我们如何跟系纸的系科 到未来的五堵六堵 我认为基隆大型的就业基地 的兴建跟未来的配合 我们期待跟新北市府 跟侯友宜侯市长 未来有更多的合作跟连结 系国良强调 跟侯友宜市长 除了共同推动基隆捷运 跟借近新北优秀政策之外 未来新北跟基隆 更要携手共同来推动 基隆科学园区等重要政策 因为我们基隆目前 还是到外县市就业 排全国第一名的县市 所以未来如何的把 这个就业拉回到基隆来 是当务之急 那当然捷运是绝对是未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在捷运之前 如何的把整个都市计划 能够做重新的思考 跟重新的规划 然后让五堵的货柜厂 跟六堵的工业区 未来能够成为更大规模 基隆在地的就业基地 因为从南港到细子细科 到五堵六堵这边 未来我觉得可以连贯成 北台湾跟我们区域上面 很重要未来的发展的重点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没有跟基隆捷运 没有跟新北市府 整个连结的话 我觉得它的效果不是没有 就会比较有一些打折 所以未来我们很期待 能够把就业拉到基隆来 靠的当然是一个新的都市计划 跟未来跟捷运的整个连结 但是也要跟新北市府 做紧密的配合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